一匹军马曾拯救了一支部队,他死去后,全体战士为他举行隆重葬礼。 在中国历史上被冠以明马的着实不少像刘备的坐骑底卢,曾经越过谭西旧,了他一命关云长的赤兔马,日行千里威宁远洋,在近现代战争中骑兵主,剑被淘汰但这并不影响军马,在人们内心的崇高地位,在解放军中就有这样,一匹马被人所铭记说起这匹马, 就不得不说说新疆的伊吾县,这是一个人口仅有两万多人的秀珍县。 它位于新疆东北部,属于哈密地区东北部,与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274公里,在历代文人笔下,这是一个风景秀丽,寻风巍峨的名胜之地, 堪称东江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天山北路伊吾山城城城西,在圆盘山上,屹立了一尊被托两只水桶,阳中奋骑的大理石战马的雕像。 这座雕像,是伊吾县人民政府,为纪念在伊吾四十天保卫战中,做出特殊贡献的军工马,而塑造的。 谈起这匹神奇的军马,它也有赫赫的战功。 1950年3月29日国民党特务,哈密专员公署员专员姚勒伯斯,勾结国民党伊吾县县长艾拜布拉等趁着我军,在伊吾立足委本之际,悍然调动七位于我的兵力突然发动袭击占据了伊吾,有利地形开启了叛乱的战火,虽然形势对我不利,但是驻守在伊吾的解放军战士,立即予以反击。 只用了一个多小时便夺回了被叛军占据的北山主峰,碉堡北上主峰海马高达211,一米山市陡峭道路崎岖,在随后的保卫战中,叛军对北山阵地实施了火力,封锁情况对我军十分不利,尤其是部队的补给和供水,出现了极度的紧缺因。 此二连决定游战士吴小牛带上身经百战,驰骋将场近万公里的枣流马,去完成一项艰巨任务。 天黑时吴小牛带着驮着装满水的水桶的枣流马,出发了当他遭遇叛军时,吴小牛马上卧倒这时枣流马,就像听到命令一样也跟着卧倒。 当吴小牛轻轻拍一下,找流马,他便会迅速跃起,紧跟主人冒着枪林弹雨快速冲,上驻风刺从跟着主人完成第一次送水任务后,只要吴小牛将两只水桶放上马,背或是放上其他补给时。 只要将他拉到路口,用手指抑制北山方向,早流马,就心领神会马上就能独自去。 完成任务就这样神奇的早流马,出生入死,在震惊全江的一无四十天宝卫战中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叛乱。 被平息后,早流马被部队授予三等功同时还做出了,永不退役的出力时隔十几年后,即1967年11月,早流马死于军中部队手,长河全体战士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。